中文字幕 李宗盛 以孔子的论语记载 烂的传球不如不传 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 难道这就是今天的大结局了吗 我们都期待着最后时刻 有球员能够站出来 打破僵局 奥雷利安 邱雅 梅妮 通过平抢多亏的球选 梅西 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 看来两队今天是难分胜负 不过还有可能打破争取 福德 好球 有穿透的机会 塔卡 已经是伤听不实 哨声很快就会吹响 拉起反击 菲利普银扎节 漂亮的断球 否则形势相当危急 要过头顶 就这样比赛结束 这场比赛包含了一切元素 就是缺一个赢家 观赏性很强 好看 值得一提的是啊 本场比赛的其中一项数据统计 让人难以置信 双方居然都没有领盘 蔡惠强同学 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胜利的天平曾经向他们倾斜 也曾经向对手倾斜 应该说这样的结果 我还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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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等来了第一个进球 这球怎么样呢 他的跑位很不错 有效地利用了空间 使得传球找到他更加容易 这样的射门也更简单了 这么早就已经打破僵局 是的 比赛开始之后 就应该这样打 控制节奏 把握机会 这是个非常不错的开局 弗兰克兰帕德 漂亮 他的预判非常准确 安德烈皮尔路 在左路长距直入 有机会打反击 卡卡 弗兰克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球 他扶 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 这一招 純粹地找到了队友 能够把握住机会 他的这一档太关键了 实话是说 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 射门必须要更刁钻一些才行 我说 反正 来 我说 许可 结确 在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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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介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 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 没能把握住 机会怎么样 应接不暇了 成功了 进球了 这是一场精彩的比赛 双方你来我往 在短时间内 被球迷奉献了两个进球 比分扳平了 先失球给球队敲响了信忠 也迫使球员们踢得更为积极 并最终取得了进球 要是一开始就这么踢 现在可能已经领先了 眼下有没有对结果产生影响并不重要 反正这一球是算在了射门人的头上 这一进球再次改变了比赛的局面 这绝对是回击对手的最佳方式 刚刚取得领先的球队容易松懈 这说法确实有道理 不过能够打入这样的进球 还是要归功于球员 把握机会的能力 太厉害了 雷西 他服 位置非常好 断球成功 他卡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 安德烈皮尔洛 试图攻到门前 前面有队友在跑位 有机会打棒 他采取了保守的方式 很漂亮的短传配合 缝线脑洞大开 不对 漏洞大开 有机会塞过去 还是失败了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特奥埃尔南德斯 快攻得好机会 好身体 将球抢了回来 要个头顶 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 有传给门将 门将大脚长传 有机会后卫插上参与进攻 古利特 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 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 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 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 这是要传给观众吗 球现在无人控制 争夺还在继续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迪迦康尔德 现在应该迅速游手转弓 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 起脚是吧 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个啤酒 将球传向后防 耐心寻找机会 赏心悦目的脚下配合 这下化解了险情 皮尔路 那么很快将球抢了回来 找到了攻击 他想试试运气 他想试试运气 半场哨声响起 在最后阶段 观众的心情肯定像坐过山车一样 这确实是一场值得回味的比赛 现在下半场比赛开始了 AC米兰在上半场的表现可圈可点 创造出了无数次机会 可惜的是比分仍然是平局 他们需要将机会转化为进球 送出直塞 这一下糟了 可惜传球不到位 莱阳内尔 没吸 古利特 把起反击 直接从中路找到机会 传出这样的球我也是醉了 这下球里不够过 是的 看起来像犯规 裁判给了任意球 他得到了黄牌警告 安德烈 皮尔洛 雷西 范巴斯腾 球传过去了 要果断 能蹊跷吗 双方都在追这个球 古利特 射门 莱娘精彩的不就 他表演了一进深步 难怪他受到如此多的关注 太出色了 不是吗 跳起头球 现在皮球无人看管 一脚将球轰走 要是处理得好 这将是绝佳的机会 他成功地阻止了对方的进攻 文介明怕玩 这脚踢得很远 尼杰卡尔德 文迪克 出色的完成了一次救险 内马尔 接外球 打表 内马尔 尼杰卡尔德 发动快攻 塔卡仿佛在和对手说 你牛你来怼我呀 他能完成上门吗 直接上门 成功了 这球有了 比赛很精彩 情势又一次反了过来 尼杰卡尔德 尼杰卡尔德 一下反应很及时 不过没能让球尼杰卡尔德 尼杰卡尔德 作为最后一道防线 门将如果处理得不够好 就等着去球网里捡球吧 卡尔德 他会发生了一个选择 尼杰卡尔德 他会变成了 尼杰卡尔德 已经有球员在场面热身了 好像是要换人 这是要先发制人 继续保持场面上的优势 AC米兰取得领线 对他们而言 似乎进攻比防守容易许多 不过接下来 他们需要让防线更加稳固 西多夫 这次抢顿的跑位非常合理 本来选择很多的 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 不应该啊 好球有穿透的机会 雅尼尔 尼西 做了一个抱歉的手势 想法很好 跑位很激烈 不过就像你说的 传球太让人失望了 再打回去 打一脚 菲利普 英扎吉 成功化解了一次威胁 一次不错的反击 本来也有很好的机会 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一击直赛球 一击直赛球 进球 进球是必然的 足球比赛少不了这样的单击闯关 这需要强大的平衡感 能冷静的头脑 这次盘战非常精彩 比赛的天平已经明显倾向一边 面对两球落后的局面 球员们的心态 中场会受到很大影响 中场会中路 很好 它能处理好完 左风硬朗的连结 中场会中路 好球 反映了灵敏 再次打完 这下看谁能够先拿到球 犯规了 给了个任意球 会有一个选择的选择 AC米兰可以换人了 比赛暂停了 虽然他的体力已经耗尽 不过斗志还是相当旺盛 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脚法真没得说 基里安姆八配 确实有自信有能力那样控球 但稍微带多了几步 应该早点把球传出去 因为接应的球员已经拍马赶到 这两怎么样 这球进了对方就绝望了 如果他们最终未能取胜 他肯定会回想起刚才的这一次机会 他们本应该有三球在手 及早地杀死比赛悬念 卡卡 卡卡长驱直入 好机会 把脚动射 双方都没有能够得到球 有一次机会 精彩的扑救 很好地展现出了他机敏的反应能力 时刻准备着 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 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机会就没了 这是个快攻的机会 西多夫 卡卡 罗奈尔迪尼奥 很好的跑位 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 把起反接 莱奥内尔梅西 从右路开始刺动进攻 他不是冲球去的 完全是冲人啊 反归 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 卡卡得到了一个好机会 他获得了盛门的空间 投球冲停 继续继续继续 好球 多么棒的一记投球啊 就像是拿着锤子砸的一样 争抢投球起跳的时间 最为关键 稍有偏差就很难顶到球 这球顶得真好 现在分差已经扩大到了三球 快速向门前推进 罗奈尔迪尼奥 白娘漂亮的扑球 双方都在追这个球 就这样比赛结束 这就是绝地反击的能力 他们在落后的情况下 放手一搏 最终逆转了劣势 蔡惠强同学 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如果分析他们取胜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他们很早地发现了 对方中路防守的漏洞 于是有针对性地发起了猛攻 应该说这一位对手拉响了警报 中路必须有所调整 非常非常感谢蔡惠强 我给你售人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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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给你售人一存 非常感谢 我这边真的保护 你真的很感谢 然后你跟他onton 你对手拉响了 这里 我伙人一存 我对手拉响了 危机 你 我可以 在